华联市公所和经济部标准检业局 华联分局联合举办了连政宣导活动 希望透过课堂讲师的判断 辨别以及案例的分析 让与会的人员能够了解到法律的规定 避免不胜处法而深陷令无 华联市公所与经济部标准检业局 华联分局在25号下午 联合举办了连政宣导活动 特别邀请到台湾中油 东区营业处政风处组长沈倩廷 来说明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修正 与联合国反贪腐公约 让民众与公所往来时有所遵循 也保护民众与公务人员的权益 那法规是每一年每一年都在做修正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课程的部分 让同仁够了解到利充法的利害关系 那还有一些利充法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那我们希望每一个同仁都能够把这些 方式都带回去给其他同仁了解 那我们希望说在执行公务的时候 这样子就不容易因为误判情势 而造成深陷相关法定上面的问题 对于这个反贪腐的公约的相关的规定 还有这个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 这方面的因为这都跟公务人员的权益相关系 我们都是在第一线两个单位都是在第一线服务全体的市民 花链的市民 所以我们一起合作来办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第二场的廉政宣导活动预计会在9月18号下午2点到傍晚5点 同样是在标检局花链分局回忆室举行 届时会请到花链地方法院庭长黄宏达来到现场 说明国民法官法、刑法内容 国家赔偿法之法理与实务及土地与辩民的案例解析 欢迎需要学习时数的公务人员可以上终身学习网报名 而并非是公务人员的民众也可以向花链市公所振风市申请报名 记者许丽琴,花链市报导